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姜妹祝,现在西方已经进入了星期六,六月二十七号,那东方已经进入了下午,感谢姜妹祝,对不起今天特别吃,但是神都有祂的美意,好,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我们要永远的感恩,永远的走真一路,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 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感谢姜妹祝,记得在六月一号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看到了这个意象,就是七月的日历,然后又加了六月的二十八号,二十九号,三十,就在上面那边,所以整个日历是满的,整个七月再加三天六月,那就是如果从六月二十八号到七月十五号, 就是整整的十八天,所以神一直跟我们讲,最后那边有十八,十八天,十八天,就是六月二十八号到七月十五号,那我们像那时候在七跟八的下面,就看到很亮的光, 然后我问神说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给我看到,那亮光里头,就看到新天新的那一端,所以我们知道说是七月十四号,十五号,到今天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继续努力,那我相信是没有改变了,就是七月十四十五,大家可以看到, 那整个page中间那边,数字在十三,第十三个图片那边,就是看到这个意象有一条图钉,这个钉子,钉子,那钉子的意思就是说,就说钉了,就是钉了,没有改变了,时间没有改变了,感谢大家,好,谢谢弟弟华强,先来的灵明之良,也谢谢Kelvin Upload在YouTube里面, 我们大家继继继继继续努力,在这一条路上我们一起走,有困难,有痛苦的时候,继续仰望主,因为我们真的要回家,不要放弃,那今天呢,李明之良,我就不读,那我们现在是怎样,是这样,昨天呢,到我的头脑,要进去一个video,就是这个David Jones,跟那个Sig Roan,访问他,跟他,叫他分手, 分享这个,他的一个意象,或者是经验,讲到末子,The Final Day,就是组到,就是最后的,这一天最后,就是到末了,世界的末了,可以讲世界的末了,那我这边有写他的video里面的,什么叫做题目,不是题目,头,这样,那是这样, 那我就讲第一那边,第一那边呢,是刚才,不是刚才了,已经快要十个小时,十个小时过后了,那六点零三分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被提的门, 看得很清楚,被提的门,至少,最少,最少可以讲,最少一百个被提的门,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一大群人,里头的,OK,排得很漂亮,那接下来,就是刚才讲到这个video,这个video,为什么我会,之前是在正月21号,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 其实刚刚刚,刚刚过半夜,或者是,半夜了,半夜了,然后我,神就叫我,我知道,因为这是一个灵感这样,就知道,神跟我讲说,你进去,sigrod.org,进去这个,sigrod.org,我在想说,我就要去睡觉了,那,为什么会到我的通了,一定是神叫我进去,那我就,sigrod.org, 然后在里头呢,我就进去,看到,哎,刚刚有一个video,刚刚上去而已,还不到两分钟,那,还不到两分钟,那我就去看一下,这个video,到今天,我还是永远的记得,因为这是他经验了,那大家可以看这个video,他就是,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他,因为有些人不懂这英语,听不懂英语,我就,大家可以看图片, 但是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David Jones,他之前小时候,大概有11岁,12岁,他就有做了一个梦,梦中呢,他看到他,父亲车祸死掉,那他跟他母亲讲,他母亲,不可以随便乱讲话,但是过了几天,真的他的爸爸,就车祸死掉了,那,他, 他没有去教会的,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在差不多17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替他的姐姐,照顾孩子姐姐去,就是滑冰, 那他,他就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听到外面有尖叫的声音,他就有点害怕,害怕,但是最后他毕竟去把它打开窗门看一下,有什么事情,但是没有呢, 然后他抬头看一下,就有点不一样啊,抬头看整个天,整个天空就是什么,大家可以看他的画面,然后那个月亮,整个天空变成很黑,是吗, 然后他的月亮呢,就有雪这样,冲出来啊,然后看到一个女的,就趴到手,就是有办法在她的脸上,花一下雪都出来了, 那这个月亮会出雪就是雪月,雪月就是blood moon,我这一次雪月刚刚过而已,就是6月5号6号,6月5号6号,就是我们一直看到的5656,然后又有一个6,有时候看到两个6,对不对,所以6月5号6月号就是最近的这个雪月,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不久了,我们就要回家了,所以雪月也是一个宇宙,然后他就很害怕,他就赶紧打开圣经吧,打开圣经,然后圣经里头就进入了奇事录第六章,第六章我们就从12节开始, 就是20-12节都从12nt,那我们就读一下,那我们就读一下,那我们就读一下, 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 那我们就读一下,那我们就读一下启示录第6章第12节。 踑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它包括地上洁 municipal整洞里日深陣那么是地震那些 Tri aston rä Gerald 这些都 比那个雪月迟一点 所以这个是太阳 刚才那个是月亮变雪 有两个月亮一个太阳 现在讲到太阳变黑了 那这个好像是上个星期而已 整个世界都有看到 好像是上个星期而已 然后月亮变成像雪一样 这就刚刚过而已 在六月里逃税 为什么神给我们看到六月很重要呢 那第十三节讲到天上的星辰 垂落在地上 如同五花果的树 被大风吹动 掉下未熟的果汁一样 掉下来还没有熟的果汁一样 那讲到星辰 很多星辰 大家都知道 那个Mind from Around the World 就讲到4月29号 那个一个岩石 这样它就经过 然后后面会带来很多 这个岩石这样会掉下来 当时在六七月的时候就开始掉了 六七月 七月好像是七月 那就是背体之后就开始掉下来 所以我们很有可能没有看到这些掉下来 当时上去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经过这些很多星辰就掉在这个地上了 就是这些岩石这些掉下来 因为现在已经一大堆冲向我们的方向了 那是卖法 然后他们这些都是 他是美国的金光 他关于这个天空的 他非常知道 因为他们有这种的 这 equipment 那第14节就讲到天地 天就拿鱼 天拿鱼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一样 然后就好像你看图片 他那个Sick Road 他们的那个Program 给大家看到 天就挪开 像书卷这样被卷起来 三陵海岛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 就是会 有些岛域 他会这边消失到另外一边 有时候有发生 已经再发生了 第15节 地上的金王 那些金王们 那些将军他们 那些有钱的很壮士 跟那些没有钱的做奴仆的 这些人都躲在山洞里面 大家都知道 很多有钱人在地下 已经有房子这些了 这一次Covid的时候 他们很多也躲在里面了 那16节 像这三个岩石说 这些人 他为什么害怕躲在石洞里面呢 他们叫 就叫那个 山或者是岩石说 岩石对 岛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 坐在那 宝座上的面积 跟高原的愤怒 就是不敢看到三帝 因为三帝来了 他不敢看到三帝 因为他们的罪太过冲向天了 第17节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 谁能够站得住呢 所以上帝愤怒的日子到了 谁能够站得住呢 OK 我就走断这一边 那可以也进去 以撒亚书第13章第6节到第9节 那会懂得英语他有出来这些字 但是不会看英语的可以进去 以撒亚书第13章 13 13不是我之前 对啊 我女儿还小 那时候还读小学一年级 两二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在 以撒亚书第13章里面 神跟我讲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13章第6节到第9节 我们经文就读到这边 所以神的愤怒的日子就到了 审判就下来了 审判就带来悔改 悔改就带来救恩 好 感谢上面 还有这一次的血约 叫做什么 叫做草莓血约 叫做草莓血约 是有一点粉红色这样 所以他们叫做 怎样讲草莓血约 那草莓大家都知道 神前几天还用草莓给我们讲话 对不对 所以都讲到草莓啊 讲到5月6 6月5号6号 所以这也就是给我们讲到这个血约 所以血约到了 前几次是日 什么 上一刻就是太阳变黑也发生了 所以这一次对题发生了之后 所以原始这些都下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好 接下来 我会跟大家分享 昨天 现在已经过了 星期五经过了 看到的一项 我会接下去 阿们 大家好 那昨天看到很多一项 那我在这边只画了28个 为什么 数字写到27 但是有28 因为11那边是两个一项 把它用一个 放在一个空格里头 好 还有些就明天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看第二那边 就是昨天WhatsApp了之后 过了半夜 就看到有一个人很大的 当时他的手里就抱着一个baby 那个baby很像我的小孙子 OK 抱着一个baby 这就是想到上帝这样抱着 牵着我们这样抱着我们回家 抱着他的baby就好像之前 阿兵还没有走之前的一天 他是星期 好像是星期六走 星期五那一天 就看到主耶稣在空中 然后他手上抱着一个baby 然后他向着我笑笑这样 看着baby笑笑 那就是 我觉得说那个baby 跟我有亲戚关系 如果大家回去 那个时候 我讲的一清二楚在里头 就觉得这个baby 跟我有亲戚关系 不只是世界上的其中一个baby 或者是代表baby 但是这个baby 是有跟我亲戚关系的 然后第二天 真的阿兵就是断气 所以突然间断气 他突然间的断气了 就回家了 那当然他是有中到这个cancer 那他在当中 神给我看到意象说 他不要去kemo 因为kemo 他就一口气就断了 就回家了 所以那时候就叫他不要去kemo 然后神给他跟我们一起多了四五个月吧 然后就带他回家 然后之后我好多次有跟阿兵 现在很久没有跟阿兵讲话了 他的灵力跟我讲话 很多次 那就是讲说他已经他们在精兵操练了 好大家继续努力 那第三那边呢 就看到我的小孙子 他就这样蹲下去 蹲下去就好像说要赛跑了 要跑这个残土了 就蹲下去 get set ready get set 只要讲ready get set go 这样 好 那第四那边是看到 one day of me 但是one是一个灵 然后过后有一条 狼色的线就是向着天 就是向着东北的方向上去 那给我看到是什么呢 就是day of the lord 就是当大家看到那个video 一直讲到the day of the lord 就是主的子字 主字 这边也是讲到主字 零的时候 零 前面一个不是 哦就是零 我们就上去 这蓝色的一条 就是讲上去了 上去天国 那接下来就看到楼上的那个 因为我在楼下 我就一向就看到楼上的杯子 有四个 但是第三个呢 或者是讲第二个是红色的 红色就是大日子到了 好 已经很近很近了 这些杯子 之前在一年前也有看到 但是那之前呢 是一个一言 现在是真的要发生了 好 接下来有看到1236 什么是1236呢 一就是之前看到one finishing one finishing就是一 就是完了 就是13号 那二呢 二就是星期二 OK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然后就进入了洗热 人类的洗热 因为之前好几次看到 joy on six joy on six 所以呢 13号是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就是1445号 然后 然后同步的都准备好的 都进入这个喜乐 这个人生 喜乐这个人生 那第七那边 有看到杯子 当时这一次的杯子 是倒下去的 有看到红色跟蓝色 也有人记我的 就是现在的灰色 灰色 那红色可以讲说 是七月的第三个星期吧 第三个星期就是进入了1445号 接下来看到 像你写一个家 他的开始 开东 也不知道怎样读这个 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屋顶 是到屋顶了 屋顶就是家 然后接下来是看到有一个 哦 是这样 是看到好像阿爸父这样 阿爸父这样 我很紧张 跳下来 阿爸父是你吗 OK 那时候我刚刚睡醒 然后 写着 父亲 兄 亲 父亲 兄 亲 那什么父亲 兄 亲呢 大家进入马太福音 第12章50节 就是昨天跟大家分享 啊 马太福音 从里面之良 马太福音12章50节里面 说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天父的弟兄姐妹跟母亲 OK 这是主耶稣讲过的话 那大家都知道 先父 就上位一体的三点 天父天子圣灵 这边有相信 因为主耶稣说 凡是遵行天父的人 就遵行他 他的人 其实有讲到他自己 主耶稣讲到他自己 都就是他的家人 就是他的弟兄 他的姐妹 他的母亲 来感谢 上面就 那第十个图 第十那边写着 我们 OK 我们 然后看到这东西 然后又看到教会公认处 什么呢 我相信如果联合起来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东西 教会公认处 就是神给我们的奖赏 长页 是教会能够公认的 就是整个大家都知道 在天国里头 就是一个教会 就是上帝主耶稣的肢体 对不对 主耶稣的肢体 我们给我们的赏赐 一定要公认的 一定要 怎样讲 很公平的 而且公义的赏赐给我们 所以大家 每一个人都公平 到时候 有些拿很少的时候 不要怪 不要怪别人 不要怪上帝了 因为自己不努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要非常的努力 因为 主已经很多次跟我们讲 我们在 有听到话 有遵守他的话 到底得到多少分数 每一天都有 爽 现在大拇指给我听听了 所以 难多人就比较少 讲少了 但是如果 有背提就好 没有背提就留下来 好 那接下来是1点26分 昨晚的时候就 嗅到 哇 很香 那个汤的味道 真的 有时候之前有嗅到牛油蛋糕 鸡肉啊 各种的香味 好 第22那边 是看到有一个男生 那是昨晚8点55分 因为我在做功课嘛 就看到我就当场 就画下去 这样 这个男生看得一清二楚 刚才一清二楚 他的头发是有点卷卷 到底是华人呢 还是西方人呢 他也 OK 我也不知道怎样形容 他的脸 他的脸我会记得 但是 就是不知道 怎样是华人呢 因为有时候华人 有一点 鼻子也是尖尖的 这些 然后 他的头发 有点卷卷 他就 他背后就是舒缓 他的舒缓 他就 眼睛就向着 上面看 OK 就是医生想 你的眼睛要向上看了 因为这个 画面是很近很近 我 就是在我前面 很近很近 就是眼睛 你要向上看了 之后呢 就看到一只手 一只手 他的第一个手指 就指着天 指着天 就是你要上去了 要往往 看着天了 看着天了 所以呢 昨天 就是神 叫我进去 这个David Jones 跟Sick Roth的 那个video 好 接下来 是那个提定 已经讲日子定了 然后就看到 时钟的10点 11点 12点 1点 2点 这个单位 然后又再看到 那这个单位 就是讲回家的日子 十就是 网了 11倍 提12 就是神 整整的网了 第二 我相信 讲到最后的两天 神要把日子放在哪一个 时钟的哪一个部分 都有他的旨意 都有他在对我们讲话 那时钟后来又有时钟指着11点 12点 1点 2点 的那个部位 那这个针是红色的针 比较短针指着11 然后残的针指着2 OK 2就是回家 对不对 2就是回家了 那11就是背提 那如果我们大家看 2点也就是14点 对不对 2点也是14点 14点就是7月14号 那3呢 就是7月15号 但是他只给我们这个指着一个针 但是一个针就是代表两天了 好 那11就是背提 那接下来呢 我听到声音 而且也看到异象 就是说我们流泪 三年没回家 我们流泪 很像我的声音在讲话 但是我画异象也看到 我们流泪三年没回家 就是说 上帝说 你们最初开始这一大群之前 是三年前到现在 三年了 所以时间要回家了 所以在当中呢 我们都流了很多眼泪 OK 就是这么还没回家 就很辛苦 流泪 就是很辛苦 林里也在流泪 三年还没有回家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就是有两个长方形 或者是一个比较小 一个比较大 然后他会冲向东方 那个方向 冲向东方 但是又又在那边 就是在神里 就是很奇怪 你看到这个图片 怎么冲向东方 但是他还在那边 冲向东方 还是在那边 OK 那就是讲日子 很快了 就要回家了 背景有一点青涩 青涩就是新天新地 好 接下来就看到 是我的供应 我的供应 就是上帝供应给大家 给四人 然后给我们这些 准备好的基督 到新天新地 哪一端 他讲我的供应 上帝供应 就算现在 上帝也供应给我们 然后写着七 上面白色的七 就是神给我们的供应 一定成全的 好 接下来第二十那边 也是看到 好像video 但是在上面青涩的 那个就是代表新天新地 然后下面有两排字 但是好像没有抓到 这两排字 OK 那什么意思呢 很有可能就代表 还有两个星期 还有两个星期 就是下 下个星期二 然后到四五号 就是两个星期了 好 接下来就看到 椅子下面 椅子或者桌子下面 有一粒很大粒的土豆 土豆也就是 芳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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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芳薯 Potato Potato 地方叫做Potato 我们叫做芳薯吧 就是芳薯 OK 中国常常叫做土豆 很大粒在地上 什么意思呢 如果大家去看Google 是土豆的意思 也是讲到星星 很大粒的星星 就是很结实的星星 在地上 要踏实的 踏实的星星 真实的星星 好 接下来看到红线 红线没有完整 没有到后面 后面应该是黑色 但是上面呢 它就有一粒星球这样 然后外面有一个 Ring 就是一个圆圈 就好像土星 外面有个圆圈 对 它一直在撞 一直在撞 一直在撞 是不是讲 到底为什么会讲到土星呢 在撞呢 在撞就是讲到时间吧 然后 圆圆圈 为什么会讲到土星呢 我们大家祷告 看神跟我们怎样讲了 是不是在土星也不知道 是不是在 就是那 普通也不知道 但是很有可能 不在这个太阳系里头 也有可能 我们就要回家了 好 接下来就看到圣灵 然后他的手 就到我前面 过来这样 大家要来 撞我们回家了 派我们回家了 这意思 然后接下来 看到桌子 桌子一个baby的小碗 常常看到 这个蓝白色的碗 然后有一个摊石 这个摊石 他的手把是很长的 很长 就是上去了 丢而要上去了 那baby的碗的意思 就是说 时间很少了 很少了 剩下来的时间 只是短短了 啦 好 那你说 丽丽啊 还有十几天啊 还有两个星期多 你说很短 对啊 在神的眼里 是很短的时间了 那我们也要习惯 上帝 圣经里头讲说 我们一千年在主里 给上帝 只不过是一天而已 好 所以为什么讲到永恒呢 永恒你不会觉得 就是远远的活下去 与我们的天父天子圣灵 一起走到永恒 好 那这样 那时候呢 接下来我就跟阿爸父讲话了 我忘记讲什么了 就跟阿爸父讲话 跟主耶稣讲话 那在当中就看到一个意象 就是好像书卷打开这样 老师还没有给我看到字 好像书卷这样打开 或者是白色部这样打开这样 好 所以这边很像书卷 刚才讲到书卷又讲到神的日子 那就配合后来跟我讲要进去这个video 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些字没有 这些图画没有 图片没有 看到了一下 看到了一下没有想到 但是神就跟我讲进入这个video 好 大家好好欣赏 大家好好欣赏 那有些广告就不用看了 你可以skip skip 好 这二十六那边是看到一双手 然后它的中间是一个茶杯 茶杯 然后有一个吸水管 吸水管是白色的 关键那个茶杯好像也是白色的 吸水管也是 吸水管是代表这个通道 这通道到天国的通道 那杯子也是救恩 好 接下来十七那边是看到有一个人 真的很大 就在我前面 我记得一亲二组 他的年龄可以讲说五十几岁而已 刚才看到那个男生也是五十几岁 当时不一样的脸 我记得很清楚 不一样的脸 然后他的后来注意到他的手